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许百慧为您导航 新推荐的老朋友 许百慧又来做客了 这一次我带来的是 《大木歌》中的许静之 电视剧《大木歌》 正在央巴迎评热播 怀旧的年代背景 曲折的人物命运 不禁让人想起 许百慧的央巴前作 《我的撒妈俩爸》 这两个故事其实很不一样 《大木歌》是在《撒妈俩爸》之前拍的 其实表面上来看 感觉好像都是知青题材的喜好 其实我是把它界定得很清楚 因为它本身的题材 也是有很大的不同 《撒妈俩爸》更接地气 可能戏里所有的人物 包括剧情 更像我们周边的生活中的 比如说你的邻居或你的亲戚发生的故事 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其实《大木歌》我认为 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它不光是年代和地狱的问题 所以这两部剧 很多人都觉得说 百慧演的都是知青题材的戏 其实很不一样 包括戏里的一些人物的命运 生活的这些气息 其实也差得很远 尤其是地狱上的一个差距 完全是两个风貌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请你原谅我 团长你别这样 你是团里的领导 我不是团里的人 其实这事怪我 是我管太多了 白哥其实我认为他是 所有的他的矛盾点 都是围绕着生活的 他是为了生活下去 包括他领养了这个孩子 从小抚养长大 他遇到的都是 生活上的一些坎坷 其实我认为 白哥更是一个像 生活中的一个勇士吧 许音 我不能不要孩子 那你就别拦着我去当兵 许静芝呢 他其实是带着自己的理想 从大城市从上海 到了那么偏远的地方 一开始 他是追求爱情的 他对爱情是特别的执着的 现在如果说让一个女孩 去追自己的男朋友 从上海追到新疆 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而且你想是在上世纪 50年代 就是这样的女孩 首先他是非常地 执着坚韧的 在诗部的时候 您答应过的 一到了柳家湖 就帮我找我男朋友林凡青 其实在处理这两个角色上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因为大幕哥是先拍的嘛 当时在这之前 我并没有演太多 类似这种知青的角色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是挺震撼我的 因为首先我是不理解的 他讲的是我们父辈的一个年代的故事 能为了爱情 为了事业 就这样追求 我是觉得在身上真的能学到很多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 需要这种精神 因为这个许静芝 她也是从20岁成长到 最后结尾是一个都满头白发了 这个女孩她也是要成长的 我更着重表现这个 许静芝对爱情的一个 一开始是有一点偏执和执着的 但是最后她选择了原谅 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包括她捡的那个小石头 那个孩子对她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这个人物 是看到她在成长的 从一开始她的一个任性 她的一个偏执 发现自己男朋友 把自己抛弃了之后的一种 心理上的一种变化 到最后一点一点成长 她觉得可以释然了 她能够理解了 完成了一个人的蜕变吧 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 为聚集增色 也挑战了演员的能力 希望我的表现能让你满意 我是许百慧 我在新推荐 优优独播剧机 感谢观看